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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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此期一 第二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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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TVB不斷播 你真是 輕輕尷尬 這個刺激一 第二現在就說 他的罪就是賣禁書 你賣禁書 用不著無理由 無端端這樣混亂八個月 你有個司法程序 有幾個刑事訴訟法 是不是 可以有律師有成的 基本上就是無法無天 越是這樣 我更加相信林榮基的記者會說我的話 現在好笑了 現在警察一定要保護他 現了 他現在說明 喂 你違反那個 就是 交保後查 你違反了 所以可能要強制性 要強制性 那些人聽不明白 實際上是說一件事 就是原本的協議 這個就是根據他在塔羅市協議 就回到香港 就不出聲說 就硬食 跟他去 現在你出了聲 就要強制措施 可能想想想想 哪根刑事強制措施 如果不會去授查 那現在呢 那香港就沒有引渡 那你又不可以叫香港的警察 以前一定在香港警察 就送他回去的 我說給他聽說 還沒公開就 公開就不行 公開就不行 現在 如果現在警察說 你違反了 就是內地的取保規定 如果你不回去授查 就變更刑事強制措施 我們現在呢 通過這個通報機制 把你送回去 可以嗎 不行 你香港如果這樣做 你就犯法 以前呢 都有這些互相揹的 那你 沒有人知道桌底做了 那就OK了 那你現在嘗試做 反過來你要保護他 他有甚麼冬瓜豆腐呢 就是你香港警察 要承擔最大的責任 即是證明他開這個記者會 公佈了在大陸被軟禁的事 這件是正確的政治決定 那有些人說 你小心喔 那一分鐘又夾你回去 那你不如去美國領事館 要求政治庇護吧 這樣 即是這個 公安部局長呢 證詩 這個 袁國強 在北京和公安部長 郭聲昆相賭 改善通報機制 就是公安部即場公開 林榮基兩條認罪 盤問的片段 喂 大陸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是不行的 即是擺明 即是大陸也不配合你 為什麽簡直是玩扣你 也不給你面子 說他難聽些 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那你怎樣呢 你要抓他回去 又不行 所以變相呢 林榮基相對呢 就可能比較安全些 暫時 那你沒理由 現在他如果失蹤了 那就好玩 是不是 還有臨近選舉 我們看到 這個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 和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 進去大陸 和這個公安部長 所謂談過一個 通報機制 改善通報機制 其實這個 完全是 梁振英的選舉工程 你看他最近 和顏月色 看到嗎 大家留意一下 面上笑容都多了 現在就是在做那個選舉 所以這個所謂 進去內地 這麽高姿態的 進去跟他 討論 因為林榮基事件 去討論 怎樣去改善那個 通報機制 這個是選舉工程來的 只不過 大陸不跟你配合 我玩死你 所以你看回這些 我們覺得 真的 非常之有趣 你再講到 這個所謂禁書 我經常在想 那你還有什麽法律 有些人大大聲說 你在大陸犯法 拉來應該 拉來應該 犯法 沒有問題 但為什麽會這樣 去運八個月 是吧 為什麽可以這樣 運八個月 為什麽可以人間蒸發八個月 你那個通報機制 出了什麽問題 如果是在內地犯法的 你就通報了 喂 你有一個香港人 在這裏犯了什麽事 是吧 這是匪夷所思 你對香港人來說 但其實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有什麽有很多人 怎麽要跟他通報 有多少港商在內地 牽涉到所謂經濟犯罪 就被人搞了 是吧 有什麽司法程序 是吧 然後你有錢 跌便沒事 是吧 你捧了一大塊錢 便沒事 其實就是這樣 是吧 是吧 很多時候 那些人去大陸玩 有些老馬昔徒那些 就代訂多些人民幣 一見有差人 就塞過去給他 那你就脫身 無論什麽事都好 是吧 嫖妓也好 是吧 你在那些卡拉OK場 在那裏索契也好 是吧 一進來 臨檢 是吧 總之有人騙窄 人民幣塞過去 那你就沒事了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 去到律政司和保安局的高層 是吧 以及入境處長 三個香港的高官 去到北京 和公安部 和國務院港澳辦這些機構 在那裏談完善兩地的通報機制 所為何事先 是吧 就是因為這個銅鑼書店事件 其實是 是吧 那但是 你要去談完善通報機制 為什麽值間坐坐 忽然間會放扁 真是 是吧 那你那兩個人 是不懂抗議的 那三個人 包括入境處長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長 是吧 以及這個入境處長 是不懂抗議的 那你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 明明都是一角押著你兩制 是吧 所以這個才是令人擔心的 就是很多人看不到這些問題 我們是喜歡留意這些東西的 是吧 那好了 將來這個所謂通報經濟 大家又會很擔心的 那現在有了銅鑼灣書店事件 那如果再有一間書店 又在那裏出這些所謂大陸 認為是禁書的 那你香港政府 是不是通過通報機制去舉報它 你告訴他們 叫他們防範 是吧 那現在就開始清理這些書 是吧 所以這個 對於 香港來講 銅鑼灣事件 這個事實上是令到香港很多人 開始醒覺 是吧 分分鐘就是 可以讓他拿走 是吧 所以如果大家到現在 你都不去想清楚 是吧 究竟 我們怎樣去安身立命 特別是我們年輕的一代 是吧 是吧 所以接下來這次選舉 最大意義是甚麼 你告訴我 你要踢走保皇黨 說得很容易 怎樣踢走它 怎樣踢走它 你說泛民主派 如果是殖民主派賣港 如果我踢走它 怎樣踢走它 你看選民 怎樣令選民有這種覺醒 現在看不到這種覺醒 是那些年輕人有這種覺醒 選民是未必有這種覺醒 那裡慘 是吧 更何況 現在有一些政治團體 為了選舉 已經進入一個困局 這個困局就是 它將原始的動物本能 顯現出來 已經是 你不能輸 現在選舉是 輸了就沒命 好像是 所以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露出真靈的面目 那些學生都照樣打 是吧 即是那個動物原始本能 已經出來了 是吧 即是我今天在議會裡面 看到有幾個人 即是面目可憎到你 即是我都不相信 這些是我們以前 即是大家並肩作戰的人 是吧 就是為了個位 是選命 選不到是沒命 就是這樣 於是你哪個擋他 哪個有機會影響到他 他就殺誰 是變成這樣 你這個選舉 多恐怖 是吧 所以如果你繼續 我們譬如說 用理念 去搞這個選舉 當然是 沒有辦法佔優勢 是吧 當然現在香港 這麼開放的社會 資訊這麼發達 你用一些很卑鄙抹黑的手段 亦都是沒有效的 這樣就不用想 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表現出那些 即是那些動物原始本能 那些壽性出來 你只是四個字 叫自骨墳墓 是吧 有些東西 其實從政的人 或者政黨 是應該要有一種 胸襟就是 就是 如果是 法國 批評的人多 和他們的批評 是有道理的話 其實就應該 走出來就是道歉的 那這個呢 就真是從政的人 應該有的方法 也都不會影響你的選情 但是如果你仍然 是採取一種這樣的態度的話 我覺得 你不要幻想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是吧 你想何韻斯 不小心 按一按都被人罵到 糟糕了 要搞到這個李儀 要來幫他護航寫篇文 就叫你們一人珍惜 這些稀有動物 大哥 對不對 所以我經常叫那些人 你不要去Facebook打飛機 又再有一次名證 對不對 但結果 永遠都會繼續打飛機 用化名打飛機 用化名打飛機 都被人拆穿了 是不是 那你就說 沒所謂 成也互聯網 敗也互聯網 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知道的 那就看吧 是不是 那就看吧 我不敢說是專家 但我對這些社交媒體 在選舉上的作用 或者對政治的影響 小弟曾經若干年前 好幾年前出席過一些所謂國際的研討會 是講這些問題的了 我要告訴你 是不是 現在經常說網民網民 你看看電視 又是經常說網民網民 在台灣最近說這個 就是飛彈誤射事件 所有的台灣電視台 都在那裡 輪返地 就是 輸論這個國防部 和這個新政府 是不是 都是說這些 全部大部分的消息 都是來自網上的媒體 問你怕沒有 國民黨的中央政策 委員會的負責人 蔡政員 就是近時幫連聖民助選的 就是他鋪上面書 揭發這件事 就是軍方 或者有人跟他說 是不是 哎呀 射了個炸彈 射了個導彈 射錯了 是嗎 他還知道先過你 行政院長 然後你 就轉而知道 有人洩密 死了人 大哥 我那個無辜船長 被你射死 大哥 你還在說 追究哪個洩密 不是飛彈炸射 說我還有什麼 大佬 你不停飛彈射出去 差不多射到大陸 就來打仗 幾分鐘 這個烏龍都擺得出 你急急走出來 就跪了 還要說 誰洩密 洩密 所以民進黨 都是 哎呀呀呀烏 是吧 那接著 那個 國防部長 死不肯下台 是吧 我們說過很多次 華人社會 政治特質 就是這樣 是吧 他不肯下台 大哥 你看 你逼得看 怎樣才下台 是吧 那如果這樣說 你為什麼國民黨的國防部長 因為洪仲休 就是被過操致死 他要下台呢 而你現在這個民進黨的國防部長 就不會因為誤射飛彈 導致一個船長死亡而要下台呢 這樣都還沒有好笑 你要幾個 就是一些中士那些 有反應 就是禁飛彈那些 蟑螂真的跪進去 就是那個 虎主的家 跪在門口跪進去 那你又侮辱軍人 你從個角度來看就好 基本上就是 嘩 那些方寸大亂 那接著到蔡英文回來 就是探望那些家屬 衛民的家屬 這樣 還沒止血的 是吧 所以 我又不是今天說的 我也不是對你蔡英文有誠見 我說過很多次 現在台灣那個 已經是一個民主 社會一個民主政治 媒體的威力 民意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政府就一定是 臨心理薄 解慎恐懼 這樣 你當年反對國民黨的事情 今時今日 你這個新政府都會陸續出現 然後就讓國民黨作為反對黨 反對你 讓傳媒去糟蹋你 這個一定 這個就是 所謂制衡的作用 沒有什麼叫對與不對 是吧 你一出事 就是要找你了 沒得談的 是吧 好像這個 誤射飛彈 導致一個漁船的船長無辜喪生 這個何等的大使 在台灣 你竟然轉而視線 說有人洩密 你真的 是吧 那你就看到這個政府 都是 喂 真是 剛剛 上手 是吧 都坐都被坐穩 就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考驗到 他那個應變的能力 是吧 那但是台灣 畢竟是一個 已經是相當成熟的 就是 民主社會的 是吧 那大家在那裡呱呱吵 那當然 對 這個民進黨政府 是有影響的 那但是 那 那個問題就是 國民黨 執政的時候 也會犯了很多錯誤 那 被你民進黨炮軍 也都部分是導致他 就是 下台或者政黨輪替 那你民進黨要執政的時候 你們也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記得我2003年 做棟篤笑的時候 在那個節目結束的時候 我講了兩句 我在台上 紅館 做棟篤笑 那個是紅磡體育館 大哥 我說 我就不下台了 人們一輩子一輩子 站在紅館這個台 我站在一起唱兩首歌 唱歌不是我強項 你們不喜歡聽 你們現在可以走 我站在紅館唱歌 我們真的去唱兩首歌 你以為你開音樂會 是的 我說很多人夢寐以求 站在這個台上開演唱會 但有多少人可以在這個台上開演唱會 我今天有個機會 不是演唱會 因為我做棟篤笑 在那裡吹水糟糊 然後你買票入場 然後我現在 既然站在紅館這個台 我就唱兩首歌 我告訴你 然後我說了一句說話 哇 站在這個台 怎麼想下台呢 聽到這麼多掌聲 是不是 其實 搞政治 和做演藝人員一樣 上台應念下台事 我說你們就著數了 因為演戲 莫如汗氣好 這兩句說話 我覺得很有智慧 適合你從政的人 也適合你的演藝界人士 花無百日好 是不是 上台應念下台時 你今天做特首 你高高在上 你要想一下你落台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要想定 是不是 身段是什麼 你看人家 英國的首相 是嗎 行 但是英國的首相 現在很嚴重 你以前的Tony Blair 現在就面臨這個 報告的質疑 批判 但剛才你說了一句 我有少許補充 也有少許不同意 去到今時今日 六八家 當然不能下台 真的 他下台 不是剛才你說的問題 是他下台之後 可能死無全屍 死無全屍 那麼嚴重 他在任內做了多少事 你又在任內 別說什麼 只是那宗行李門 你猜他下台之後 有沒有人拿出來說 我告訴你一定有 香港的周永康 你的靈界話 是啊 不是你剛才說的 我這個不只是針對 六八九 所有從政 你說的時候不是六八九 你說的時候經常聽話 上台應念下台時 演戲莫如看戲好 不是 就是這兩句話 是值得你那些從政的人去想的 不是 那你 老實說 你從政也是在演戲 不是 那看戲 我是有多好處的 不是 所以我今天 也都把這兩句話 送給馮檢基 是吧 聊聊天的時候 不是 那有時候 譬如說你離開政壇的人 你一定要瀟灑一些 是吧 急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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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問世事 要這樣才行 不要妨礙地球轉 不到你了 是吧 上台應念下台時 演戲就莫如看戲好 看戲最好 平頭品足 你說好看 你偏複合 對超人那一齣戲 我不能去看 結果我 在飛機裡有看 看完之後 我也覺得不好看 那我可以平頭品足 但那部戲 真的人家拍得很辛苦 大佬 是吧 你怎麼超人 會留在後面 變成這樣 這麼坎坷呢 他說出了一隻碟 原頂版本 又好看很多 是嗎 都不夠不賭套戲 你不要幻想他 超人這樣 這樣的下場 因為最簡單 超人和編返合 大家有不同層級 不要把兩樣東西 放在一起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接下來 說回立法會 立法會現在 尾聲 尾聲 下個禮拜 就是最後一個會期 其中 有一個半小時 就是特首答問大會 這一屆立法會 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那些人 都會輪返 有論梁振英 但是他又要擺出 和顏月色的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這次他就不會和你的人 吵架 我在這裡預告 因為我留意到 他現在是進行選舉工程 所以他在接下來的 下個禮拜四的答問大會 他都會和顏月色 不時面露笑容 你是不會激怒他的 是吧 所以你們這些人 繼續在這裡 鬼殺暗吵 對他來說 都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 我也都因為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 有得問 我問他問題 沒有 我都想不到 用什麼方式來招呼他 還有一樣 我考慮到 因為我和他有單官司 我也免得被人覺得 我是利用在議會的場合 因為他有單官司 又繼續去 對他破口大罵 或者之類 我覺得這個 都沒什麼意思 我都已經被他去報警局 告我 你普通襲擊我 在這裡想 你老母 我扔一隻背 不一定是襲擊你的 我去襲擊曾鈺成 前面有幾個 其他人的 為什麼會變成襲擊你 這麼奇怪 我現在想了幾天 對 為什麼我想你這件事 這麼奇怪 那條罪名叫普通襲擊梁振英 正因為梁振英去報警 但是梁振英報警 我夫人口供 就沒有誰襲擊他 而是他擔心受到襲擊 反而是黃定江去報警 說我扔梁振英 那怎麼加起來 變成那條罪 叫普通襲擊梁振英 我真的拚了頭 我真的 想了很久 不明白 但是多數都有罪 對不對 這次梁家樓醫生 作為醫學界功能組別的代表 他就反對醫生註察條例 醫生註察條例主要就是改革醫委會 增加一些嚴外委員的數目 那就引起一些爭議 那剛才我們在過場的時候 都播了兩條片段 一段就是梁醫生 就是他在終止代續議案 一些人發言完了之後 他做回應的時候的部分發言 另外一段就是我在這個 預讀的時候說的話 當然他這個所謂抓捕 他事先都有人找我和我聊過 當然我就不會參與去抓捕 另外那幾位慣常抓捕的人 幾乎出現的時間都很少 不知道什麼原因 究竟他是支持這條草案 還是反對這條草案 我也沒有興趣知道 我只知道這條草案 就應該要很快通過 因為接下來有條骨灰陰條例草案 如果在這個會期通過不到 就要在下一屆的立法會 由頭至尾再做一次 我想這個對很多 那些私人骨灰安治所的承辦者 他們是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他們在立法會的代理的人 也都應該很努力去促成這條條例通過 所以我就覺得梁醫生 這次誤打亂重 它有機會影響到這個 私人骨灰安治所條例草案 那現在政府就將它抽前了 其實總共有現在 在議會裏面有三條法案 是要恢復二讀 和三讀通過的 第一條就是醫生註冊條例 第二條就是原本是消防條例的 現在就將消防條例退後 被這個私人骨灰安治所走前 那私人骨灰安治所這條 就有很多修訂案 那我就很懷疑 在現在的議會進度梁家樓 即是他們形容的瘋狂點人數之下 究竟私人骨灰安治所這條條例 究竟私人骨灰安治所這條條例 可不可以在立法會會期結束之前 是完成這個三讀呢 我是很懷疑的 那政府其實可能都打定輸數都未定 但是對於這個醫生註冊條例 由於梁醫生個人拉布表演show 做得非常出色的 又留過一次會 今天到八點鐘 幕會完結之前 都沒有辦法二讀投票 那明天就再繼續二讀 可能還有一兩個人講話 如果沒有就到局長回應 接著就投票 然後接下來梁家樓醫生 就已經事先張揚 是吧 就在二讀之後 就會提出這個全體委員會 即是這個副委的那個動議 或者就全體委員會 他就提出一個休會的動議 繼續拉布 那就可以預見 他又會繼續響鐘 那明天只有四個小時 所以我的估計 就是明天星期五 在1點鐘大會結束之前 都沒有可能三讀醫生註冊條例 換言之 就要去到下個禮拜三 那下個禮拜三前面 亦都有一些口頭質詢 起碼去到這個 就是醫生註冊條例 會恢復 就是那個會議程序 可能要下午兩點鐘 兩點鐘至到八點 就只有六個小時 那跟著還有一條骨灰 私人骨灰安治所的條例 那禮拜四有個半小時 就做答問大會 正下來就只有六七個小時 繼續開大會 禮拜五呢 又還有四個小時 總共加起來呢 就只有二十個小時 都不夠 對不對 那麼立法會就要下班了 禮拜五呢 禮拜一禮拜二有沒有加會呢 那我問過大會主席 他說No 不會加會 而且禮拜一禮拜二呢 就財委會要加會 因為有些撥款一定要 希望在本屆會期結束之前 能夠通過的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梁家樓 他未必可以拉倒這個 醫生註冊條例 但他可以令到這個 私人骨灰安治所 未必能夠在本屆會期結束之前 能夠三讀通過 那至於消防條例那一條呢 我提出修正案的 那一條就不用想了 直接提的機會都沒有 那這個就是 就是立法會大會 就是 未來這個禮拜會出現的情況 那麼下個禮拜五之後呢 就整個立法會的會期呢 就正式宣佈結束 而是第四屆立法會 接著因為7月16號呢 就是新的一屆立法會選舉的 提名日子開始 嗯 就是說15號之後 16號那些人一開始報名 你什麼都不能說 立法會已經 沒有得開的 什麼會裡 是整個會期 這一屆 第四屆立法會的會期的結束 但是不是那些現任議員的任期結束 要到九月 抵出糧到九月 是嗎 但是不讓你在立法會 這個招待記者啊 或者 就是 講選舉那些事情 是嗎 就是這樣了 所以 我們 到七月中之後呢 就會全力 在這條街道 做這個 公投制宴運動的工作 OK 那麼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